一个男人被绑住四肢 躺在案板上无法动弹 这些坏人打开唇银的铁锁 举下一米粗的锁链 然后再从箱子里 拿出两吨重的小铁锤 一个爱的抱抱 把男人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扛着就走出了屋外 然后把男人放在栏杆上 用粉笔在薄格袋 画了个红叉 拿出自己的小铁锤 对总了红叉 此时男人害怕极了 随后坏人咔嚓就是一嘴 男人死后 坏人又拿出了两米长的针管 给尸体的脑袋架了起来 然后抹上麻药 抽出了男人的骨髓以后 再把尸体分成了七七四十一块 喂给了圈养的二师兄 没错 这正是正将全球的杀人事件 猪圈藏尸案 可怕的是 当复为了调查时 居然在现场 发现了足足三百个带血的鞋子 却找不到一具死者的尸体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更更可怕的是 这居然是由真实事件改变 故事的开始 一个皮肤霜白 名叫毛孩的男人来到了边境处 二话不说一脚油门撞向了境庭 弗波勒懵了 这是二锅头喝多了 可让弗波勒没想到的是 男人下来后说道 自己杀了十几个人 并且还拿出了死者的照片 弗波勒见状 结毛先给他抓了起来 可来到警局 毛孩却一句话不说 表示见到他们上级才肯说话 没有办法 弗波勒老大只好出面赶来 通过他们的调查 照片上的死者 都是药犯的流浪人口 毛孩说道 那些人都是你们不在乎的人 此刻十几个有什么的 原来 在城市的一个街区里 到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士 这里竟然会出现人口失踪的情况 可虽然他们抱了很多自己 却都没得到弗波勒的重视 而这失踪的人里面 恰好就有个毛孩的妹妹 为了引起弗波勒的重视 毛孩只好上演了壮景庭的一幕 终于 弗波勒来到了街区调查情况 他们发现 流浪汉居然都聚集在了一起 这冒失并不符合常理 既然他们这么抱团 那么坏人是如何作案的呢 弗波勒通过报警记录得知 每当有人失踪时 医院里都会有一些麻醉剂 和消毒工具被刀 难道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联系 这是一起震惊全球的杀人事件 凶手的作案手法 让人毛骨虽然 更可怕的是 当弗波勒赶到现场时 居然发现了整整 一百多双受害者的鞋子 却找不到一具尸体 那尸体到底去哪了呢 结果弗波勒调查 凶手每次作案时 都会盗欠一些医用物品 弗波勒怀疑 凶手是一个极其变态的人 正在采用非法的手段 在受害者身上研究某种实验 只见弗波勒再次来到街区 问流量者 你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是一个人 有人告诉弗波勒 兑换救济金的时候 就在这时 毛儿刚领完救济金 就朝着一辆汽车走去 弗波勒赶来时 汽车早就没了中印 老板告诉弗波勒 毛牛是一个瘾君子 原来 坏人是打着卖面粉的幌子 劫持了这些落单者 有了突破口后 弗波勒急忙展开了全面搜索 此时的牦牛 已经被坏人一路扛着 来到了一条小船上 有着小船就坐出了锅 一个小时后 弗波勒在外边 发现了坏人的车辆 通过车辆的二维码 确定了坏人的信息 是一个叫小帅的人 2023年医学院毕业 在一家健康医疗机构工作 弗波勒一停 确定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于是连夜 就慢慢地赶到了小帅的农场 再晚来一步 牦牛估计就要去球了 坏人健壮 掐着牦牛就开始逃跑 可惜弗波勒并没有看到他们 下车后 静止地朝着农场走去 屋子里 到处放着医用物皮 案板上更有大量的血迹 再往里走 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植物人 弗波勒瞬间懵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心意苦舞了这么长时间 找到的居然是一个植物人 可就在弗波勒疑问时 从下在院子里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一幕 福波勒在农场里 找到了近一百双死者的鞋子 这让福波勒们感到震惊 而这些鞋子 都是处于是位底层的流浪者 他们好像被上帝抛弃了一样 直到事情发酵后 才得到了福波勒的重视 最可怕的不止这些 福波勒翻遍了整个农场 却找不到一具死者的尸体 这时 一个福波勒发现在一个隔城里 找到了一个人睡觉的地方 福波勒问小帅 在这里生活的还有谁 小帅说 是自己的弟弟 并说弟弟是一个疯子 自己成为植物人 也是弟弟害的 把所有的罪名 全部推在了弟弟头上 可惜经的福波勒发现 弟弟的屋子里 不但养了很多宠物 到处挂满了图画 显得十分温馨 并不像哥哥说的那样 通过图画 福波勒了解到 小帅的弟弟大壮 应该是一名中度智力障碍者 很有可能受到了小帅的指使 或者恐吓 才做出了这些事情 另一边 由于失去了哥哥的指示 大壮一直没有杀掉牦牛 猫牛也看出了大壮的可怜 开始尝试说服大壮 想要和他交朋友 大壮也十分渴望 自己能够拥有朋友 两人成为朋友后 大壮不但给他吃好吃的 还心心的给他倒了水喝 可以看出 大壮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就这样 猫牛在大壮放松警惕时 偷偷的联系了福波勒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位置 福波勒很快便来到了现场 猫牛见状 急忙告知大壮 等会福波勒来了 一定要把手举起来 千万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 几天大壮像孩子一样 被吓得缩在了角落 看到猫牛被带走 大壮急忙站了起来 结果 而另一边 福波勒从小帅的电脑里 知道了他可怕的行为 原来 他一直用人类做实验 想要研究出 让自己站起来的方法 眼看事情败露 小帅说道 这些人又不是我杀的 就算你给我抓起来 也不可能比现在过得差 他的话 全都被猫儿听在了眼里 他十分的痛恨小帅 于是 猫儿趁福波勒补助一时 拿起喷嚼 瞄准了躺在床上的小帅 有时生活就是如此 明明所有的事情都做对了 但好要去又觉得失败了 难道这些事情 注定就不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吗 假如从一开始 人们不忽略那些流浪者 是不是就可以阻止 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可让人伤心的是 往往改变社会底层命运的人 却是生活中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从马尔转井停的那一刻 你是否能感受到 来自一个社会底层的渴望 有无奈呢 这期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